True 或者是 所以或 或什麼 那另外 這個是身高嘛 然後就是體重 體重也是這樣 你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後面去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C就好了 然後後面補一個Zen 有沒有 然後呢 底下就改成請輸入正確數字 其實甚至你可以逗點一下 逗點 其實這個MatchBox你會覺得 奇怪老師那個醜醜的啊 那可不可以給我一些 漂亮的小 Icon 那其實逗點之後就有了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 叫VB底下有個什麼什麼 Information好了 或者你要警告他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 其他的圖示啦 如果有興趣你自己自己再稍微找一下 然後呢我習慣是在這邊加一個VB VB的什麼Information好了 就是給他一個驚嘆號 告訴他說 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多這個 有什麼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好 所以這邊多兩個是 判斷是否為 數字 當然 是否為日期也可以判斷 是否為陣列 是否為什麼 就一直開頭 你再打個VBA 來試一下給各位看 再來的話這邊 啟動 然後比如剛剛打一個 XX 有沒有 這個一定是非法的嘛 那使用者如果這樣打的話 你要按確定之後 要馬上把他擋住 不然他就輸入進去了 那這怎麼辦 將來你要去Check 那又麻煩了 所以前置就把他擋下來 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請輸入正確的數字 有沒有 然後呢 剛剛不是多了一個 豆點對不對 豆點之後 他其實有一個清單讓你選 然後我習慣是選一個 VB information 那個是什麼 就是一個 這個東西啦 這個東西只是 有點像錦上添花啦 你不知道也沒關係啦 可是知道的有沒有比較好 感覺好像比較高級一點點 感覺好像你又更專業一些些的 不要做出來太陽春 讓人家感覺你好像剛學一樣 慢慢的話你的專業度就比較夠一些些 好那這樣的話按確定之後 一樣 他把Focus放在身高 有沒有 就放在這邊了 讓他填 那他一定要填 但是一個錯會不會過 還是不是 有沒有 不過優標還是放這裡 當然你可以分開判斷 他就會幫你填到 這樣 確定 有沒有 有沒有 就OK了 好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都已經 房呆房的差不多了 還有很多啦 所以很多同學會一直想說 老師那這個 其實與其說你每個都房 倒不如怎樣 你旁邊可以再加一些註解 請輸入什麼格式等等的 有些說真的 你這樣已經差不多了 再房可能 也沒辦法 OK 好 最後的話呢 還有一個地方 可以再防止的 就是說可以在格子裡面 比如說這個格子 身高最多應該不會超過 999吧 身高頂多200多就已經很誇張 所以也就是說那個 長度 就是那個總共幾個字 最多應該總共 三個字吧 所以如果說 你要避免掉他填路太多的身高的話 你可以在最後 還做一件事 優標放這個格子 往下捲動 會有一個 有沒有 叫max lex 這個意思就是說 最大長度 預設是0的話 就是他最多 沒有限制可以輸入幾個字 那你就把它改成3 Enter一下 這樣他最多就是 輸入 三個字啦 你 不可能有四個身高 有四個字以上 那太恐怖了 巨人了嘛 對不對 那體重呢 不過體重應該有超過100的 所以還是 三個字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把這邊改成 max 改成3 Enter一下 那 姓名的話 這個有點不太好約束 因為不然的話 你就是頂多姓名 應該最多幾個字 想6個字 8個字應該也差不多了 那你就不然就把這個改成8個字 OK 然後 這個就不用約束了 因為他一定是下拉清單的 那如果當然你怕他亂打 那沒關係 就打一個字也可以 這個我想 這個就是 這個不用改 好 基本上 房貸 你們可以再想想看 如果還是有一些不足的 但是盡量 不要像有些同學鑽牛角尖 問了什麼問題 我也忘記了 反正就是 一定要把這個做到盡善盡美 那他倒不必 可是如果真的有 很大的問題 你可以提出來 我們也可以再討論 可以讓這個 輸入界面 盡量 盡善盡美 然後又 不太需要去學習 使用者就可以正確輸入 他應該輸入的資料 那這樣子的話 他輸入了愉快 那你 接收到資料的人 也就輕鬆了 因為你就少做很多事情 OK 那最後的話 再把那個 啟動表單 完成 那 這個我想今天表單部分 應該就